成本,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是资源,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,人口红利是其中重要的因素,现在孩子少了,问题来了,怎么破? 01先普及个概念,人口替代率,一般认为这个数据要达到2.1,一对夫妻生两孩子,人口总数保持平稳,不过最近这些年,不光中国,全世界人民都不爱生孩子了。 2016年实行了全面二胎后,一个权威机构的专家预测放开二胎后,出生人口会飙升到49.95万人左右。 结果当年出生数据,1786万,2017年,下降到1723万,去年又降了200万。 恒大研究院的任泽平预测,未来30年的出生人口都不乐观,趋势是这样的,几个数据摘出来大家看一下,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。 下华,2030年20-35岁,主力育龄妇女规模,将比2017年减少31,其中25-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,出生人口即将大幅。 下华,预计2030年,将降至1100多万,较2017年减少三分之一。 与国际相比,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,当前不仅远低于2.45的全球平均水平,还低于1.67的发达国家水平。 按照现行生育趋势,即总和生育率1.5,中国人口峰值,将在2024年前后到来。 如未来大力鼓励生育,假设总和生育率,分别回升到1.65或1.8,则中国人口峰值将分别延。 女性、男性的未婚比例,分别为6和16。 据此推算,我国30-34岁未婚男性,有699.1万人,30-34岁未婚女性,有239.2万人,80后胜男。 人数远超80后胜女,80后之外的各年龄阶段一加总,数字更庞大。 2015年的胜男,已经超过2000万,其中超过半数在农村,就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,预计到2040年胜男规模,获达约4000万。 胜 男聚集在农村,胜女聚集在一线城市,所以一线城市的大家会觉得身边都是胜女。 那是因为身边没有低收入低学历的胜男为此,2002年11月,出了规定,对胎儿性别鉴定,予以凝确规范禁止。 这种情况逐步好转了一些。 众男轻女的老观念还是很强大,而是零男女的地域分布不均衡,即便你想生,找不到另一半也没辙。 03老龄化加速的问题老生常谈了,都说消费不好,这跟人口,年龄的变化关系很大。 现在最有钱的人聚集在1965至1985年出生的这批人,不过这些人要偿还年轻时负债,又要储蓄养老,消费倾向是最低的。 年轻人储蓄很少,消费接近收入,甚至负债消费超过收入,消费倾向较高,但苦与手头衔不多,也有相当比例,开始变成佛系青年,有点类似日本的低欲望社会,对竞争没有动力,消费的动力也停滞下来。 2017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,人口总数达到1.6亿啊,他们当中只有几小比例有很高的退休工资,大多数都是靠积蓄,自己打电小工或者子女帮助,如果没有租房等压力,日常开销其实很节约。 所以看目前这个趋势,整个社会的经济与发展活力都不乐观。 人口拐点出现之后,带来的另外其他问题,还有养老和医保。 养老金是年轻人教老年人用,年轻人增多的时候钱越来越多,可是现在年轻人数量下滑老年人还。 越来越多,养老金元样发,缺口就出现了。 这个话题昨天猫哥普及过,可以参阅拿南方的钱,给东北发养老金,透露出那信号,医保的负担也不轻。 现在有很多种病,发病率和年龄正相关,而且是几何级数增长,比如癌症,阿兹海默综合征,老年痴呆,糖尿病,还有各种心血管疾病等等。 比如癌症,40岁以前,发病率较低,一过这个年龄就发病率开始大幅增加,越靠后发病率越高,所以老龄化大大增加了医保开支。 04那生孩子这是,有没逆转的可能性呢? 抛胎移民因素,北欧有次各国家成功逆转,实现了生育率回升。 上世纪70年代,北欧可以称得上全世界的生育挖地,生育率最低的芬兰生育率仅1.49,丹麦1.39,眼看就是人口大幅萎缩的态势。 1980年开始,北欧的出生率出现显著回升,1994年,北欧最低总和生育率突破1.8,而当时,高很多。 第二个原因,就是女性地位和保障的提高。 在北欧,近2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下人。 丹麦一项统计中,2010年后出生的婴儿,超过35,都是非婚生子。 不过,这其中绝大部分,其实是稳定的非婚同居关系。 瑞典和丹麦的同居法,都刚好出台在1980年,其中规定了对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护政策,包括社会和南方的责任义务。 这部法令彻底打消了许多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顾虑。 生了娃照样有人追,就算没人追,也可以找到好工作养活自己,不行也可以用法律手段,还有什么好害怕的。 这种转变,最终导致在北欧适时婚姻的门槛非常之低,同居就要负责。 第三个原因,就是各国五花八门的促生产计划。 1919年,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,工作保护,收入补偿三大倡议,奠定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转折,在这个大。 是爱沙尼产妇女,可享受20周带薪产假,和146周带薪育儿假,加一起三年多了。 放假之外,还有补贴和托儿所服务。 大部分OECD国家,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,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,来支持生育。 2014年,OECD32国中,有85的国家,零岁,至二岁入托率,在16时之间,平均入托率为34.2。 其中,丹麦入托率为65.2,占比最高。 捷克为5.6。 2,占比最高。